今天无论是主张台湾需要建立新国家的台派、独派 还是认为用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 就可以地维持现状派、统派 都认为我们应该争取加入或重返联合国 但你知道吗 51年前联合国多数会员国家 将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正统中国时 台湾人其实曾经有机会继续在联合国参与国际 享受国际社会的资源与贡献台湾社会的力量 却在中国国民党政权坚持唯一代表中国下被剥夺了 当时美国一直强烈建议 带着中华民国欠占台湾的独裁者蒋中正 在中华民国的国号加上Taiwan或Formosa 在联合国留下一个席次 但蒋中正却坚持汉贼不两立 坚持中华民国才是正统中国 最后导致中华民国直接被赶出联合国 1912年1月1日 有中国国民党前身同盟会 在中国南京建立的中华民国 因为贪污腐败 暗杀知识分子等问题不得中国民心 被中国共产党打倒 由共产党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国民党政权 只好带着中华民国欠占到原本这是托管 没有主权的台湾 但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反对共产主义 所以仍旧支持欠占台湾 统治750万台湾人的中华民国 继续代表中国 反而实际统治超过5亿中国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参与联合国 也使得很多各国知识分子 与政治工作者不满 认为这样的做法 对5亿中国人实在不公平 因此国际社会 及许多联合国会员国 必须有应该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 取代承认中华民国才是中国的提案与行动 1970年11月 被中国国民党政权 称为排我那北岸的提案 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 获得多数会员国支持 51票赞成 49票反对 25票弃权 但为达到重要问题提案 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 而未通过 此后10个月 蒋中正在日记中摇摆不定 不断在去留联合国的天平两端犹豫 1971年10月25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 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中国国民党蒋家政权的中华民国 而失去中国代表权 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原文非常简短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 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 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 从他在联合国组织 及所属一切的机构中 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中华民国从此被赶出联合国 不再代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进入联合国 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 在美国提议下 当年曾以有FORMOSA之名 让台湾人能够继续在联合国的方案 但被中国国民党政权拒绝 当时日本 英国 法国 都希望中华民国能留在联合国 我们外交部官员也送了 将国号改成中华台湾共和国的签程 到蒋中正面前 但他也是坚持不签 在蒋中正的一意孤行下 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 随后 中华民国也被要求 退出隶属于联合国的各国国际组织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民航组织等组织 如同现任大法官许志宗所讲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废弃的国号 联合国2758号决议 已经写明中华民国 无法代表中国存在于联合国 过去中国甚至还曲解 2758号决议 主张按照决议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尽管台湾人一直反对 这样的谬论竟也曾经得到来自韩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与许多国家支持 好在不但美国公开驳斥 这几年的新冷战的局势下 也越来越多国家不再迎合中国的主张 2758号决议已经提出51年 但台湾人若不摆脱中国国民党政权 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中华民国 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国家 以正常的身份和国际社会互动 就很难踏上联合国 分享国际的资源与我们的贡献 永远深陷2758号决议的中华民国带来的困境